您对北京的房价有什么观感吗 不敢关心 这两年是好点了 比原来强多了 原来太闹腾了 眼睛我感觉特别高 其实还好 目前的话 因为限于工资很工作 可能不一定会在北京的事业 购房我应该不会考虑在北京 那你会在哪 可能会更多的找找 杭州了 武汉了 这些地方 这些正在崛起的新一线 或者说二线上市 首先你在北京之业 首先得有户口吧 这户口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 有另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一方面是首富 另一方面可能对于行业来说 很难说去一直持续着干一个行业 比如说维持高薪到20年30年 所以我觉得 你在这方面有点担心 你们对于这个住房 就是有没有什么考虑 或者是希望政府能够做点什么之类的 肯定是期待它去更多去放宽 当然 但是北京它的这个学生的基础也在这儿 我们的这个人数也在这儿 所以说如果说政府没法放放 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就在这北京也账要买不起房 你想 多贵呀 卫生店都买不起 现在没有公租房 就是国家跟那个 国家的那个盖的房子 做个业 没有这房 如果这个这个就会特别好 有钱没钱都能有房 给我 好像住房好像有听说过 但是好像 就我们那边的话 通过公司那边开始申请 但是是 也需要排队 也需要积分 不知道怎么怎么样的 我有同事 现在也要进入了房子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可以申请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今天完成一次采访 街头的采访 然后是关于什么话题的呢 主要是关于住房 就是客厂中 本里提出了 就是说住房不少 然后也提出了 要持续建设这个保障性住房 然后今天在街坊的时候 就问了一下 比如说街上的一些路人 他们对于这个议题 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那经过这样的采访 你的感受如何呢 我的感受是 其实就是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 大家其实都是看在心里的 也能够切实地感受到 比如说像今天 有很多的 就比如说受采访的一些人 他们也能够提出来说 能感受到政府 其实一直在 朝着把这个住房的价格 维持在一个比较 平稳的一个水平 就不要从这个炒房 导致这个楼价非常的高企 然后比如说 像年轻一点的受访者 他们也提到 就是政府 有在持续地去建设一些连住房 去帮助年轻人 能够更好的去住房 甚至说在买房子上面 也会有一些补贴 香港的房间现在怎么样了 可能香港的房间 应该满多年 是一直都是维持在世界上 就是数一数二这样子的一样 楼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高 就因为我自己的 就大学是在香港住的 然后当时的同学之间 也是流传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宿舍 是沿海的 就可能是你 就是那句标语 是你人生唯一一次 住海景房的机会 因为就是 在香港海景房 真的是天文舒服的 然后就算是普通的住房的话 其实年轻人想在香港之夜 也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还打算 回到香港买房吗 之后如果是我自己 鼓励买房 可能也首选普通香港 可能是大湾区 因为一来就是 大湾区确实给香港青年 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优惠政策 也是鼓励香港青年 在大湾区能够 置业 买房子 工作 然后解禁家庭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大湾区会是我的首选 比起香港 香港对于年轻人口号 有一些积极的优惠措施吗 香港的话 它其实也是有的 就我这个年龄层 能了解到的 最主要是两个方面吧 一个就是 普通在租房上面 其实就是 政府其实有提供工屋 还有新型工屋 其实给一些年轻人 如果他们可能短期内 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工资去买房的话 其实是可以先申请工屋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居者有其屋计划 就是所谓的居屋 那也是政府会以一个 相对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 去将这个房屋 就是卖给一些 符合资格的一些申请者 这样子 这两个是我比较了解到的 就是政府去帮助 可能是申请者 就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去购买自己的 这个房产的一些措施